我的老公出轨了,出轨的对象是我实验室最信任的学生,一个听话懂事的研究生,事情是发生在半个月前,我的月经突然推迟,验孕棒检测过后才发现,我怀孕了,我欣喜若狂,因为我本身是不孕体质,结婚五年了都没有消息。 收起验孕棒,我飞快赶去医院检查,想要确认结果,还打算等检查结果出来,要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老公,结果就让我撞见那一幕,医院人来人往,缴费的地方,有一个人看上去很像我老公,他身边跟了一个女人。 我见到那女人时,浑身都定住了,他是我带的研究生,聪明有活力,会来世,实验室里我最相信他。 他怎么会跟我老公在一起?心里起了疑心,我跟上去。 陈娇,你怀孕了,一定要注意休息。 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我听到了一个关键词,放心吧,我知道,你之前答应我要结婚,还算数吧。 我在想,宝宝一天比一天大,必须要尽快有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随着他们背影的远去,我呆呆愣在原地,我老公出轨了,他出轨谁不好,竟然跟我带的学生搞在一起。 这个消息,如同重磅炸弹刺激着我的神经。 他们是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究竟想干什么? 一个个问题连猪泡似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28号,梅林,医院广播里,机械喊着我的名字。 浑浑噩噩噩从医院出来,我脑海中还回荡着医生的话。 胎儿已经快两个月了,从检查上看,太心不稳。 医生看着我,欲言又止,最终才道。 你是不是有长期服用避孕药的习惯? 怎么可能? 结婚不久,我就被检查出输卵管堵塞,难以受孕,为这事我还自责了好久。 天知道,我有多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 难道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产生? 晚上,老公回来了。 老公,洗澡水放好了。 关于我白天在医院看到的事,我没有和任何人声张。 像往常一样,我给他放好洗澡水。 只是,趁着王家辉洗澡的时候,我火速翻开了他的手机。 不看不知道,一看气得我浑身发抖。 也许是我对他太信任,从不翻看他的任何通讯工具,导致他对我一点防备都没有。 王家辉那个狗东西,手机里存了许多恶心的视频。 看得我想吐,狗男女,瞒我瞒得真好啊。 强忍着恶心,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将视频转到我手机里。 一番操作,我把他手机放回原位。 一切做好后,王家辉也刚好从浴室出来。 老婆,你知道我白天做什么去了吗? 王家辉面无表情盯着我。 我心怦怦地跳,他难道是要和我摊牌? 要和我离婚? 难道我白天在医院的时候被他看到了? 不等我多想,就看王家辉从衣服里拿出一个红色盒子。 老婆,纪念日快乐。 银白色钻戒被摆在我面前。 原来是结婚纪念日。 我松了一口气。 听王家辉在耳边含情默默跟我说情话, 我只觉反胃。 见男人,外面孩子都有了,在家倒是会做戏。 转念一想,我倒不如顺水推舟, 趁机道,老公,我怀孕了。 这么可能? 他下意识说,果然有猫腻。 我心里咯噔一下。 却装出莫看出王家辉脸上的不自然怎么不可能, 我都去医院检查过了。 不过医生说孩子胎心不稳,需要我好好养胎。 我拉着王家辉的手,装出对美好生活的幸福憧憬,怎么? 老公你不开心吗? 开心? 王家辉说。 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却暴露了他此刻的焦虑。 果然,一切如我所料那样。 第二天,我带着我的维生素药片去化检, 检查出病药成分。 王家辉,怕是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 真是狼子野心。 我盯着眼前的避孕药,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我花大价钱请了个私家侦探, 一分钱一分货。 三天之后,事情就被查得明明白白。 王家辉和陈娇开始于一年前, 记得那时,陈娇刚进我的实验室。 他想接触核心项目, 可他刚来,根本就不够资格。 我那时也在怀孕大概一个月之后, 我突然流产, 王家辉也在那时变得忙碌起来。 我当时一直以为自己那段时间太过操劳。 现在看来, 当时觉得毫无关联的事, 实际上早有端倪。 梅小姐, 我还查到你丈夫有婚内转移财产倾向。 私家侦探善意提醒。 我愣了一下, 那一刻,比起伤心, 我更加感到的是恼火。 也不想想, 这些年, 如果没有我家在帝氏的根基, 他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 算个什么东西。 当年我不顾父母劝阻, 执意要嫁给他, 就是看他老实本分, 友善尽心, 对我也体贴。 没想到他不仅在外面给我搞这些花的绿的, 还基于我的财产。 房子是结婚前我家出钱买的, 为了照顾他的面子, 写上他的名字。 婚后他说要炒股, 日常起居都是我在贴补家用。 他炒股失败, 我还安慰他。 现在看来, 以前的我真是傻得透顶, 我想我对王家辉的认识还是太少了, 他一定还有事瞒着我。 证据都发到我邮箱了。 是, 我做了备份, 邮箱一份, 网牌一份。 私家侦探办事很牢靠, 继续盯着他们, 搞清他们下一步动作。 我去了学校实验室, 没有声张, 竟直来到了放着数据的柜子前。 里面的文件满满当当, 之前一直都是陈娇在处理。 我很信任他。 没有废话, 直接找到核心资料文件夹。 打开, 片刻之后, 我冷笑。 果然, 和我想的一样, 陈娇窃取了我的核心资料, 并私自篡改了我的实验数据。 他是想拿着我的实验结果去发表。 看来, 这对狗男女是打算让我在事业和爱情上 遭受双重打击, 再把我吃干抹尽。 扫地出门, 果然一手好算盘。 我刚将文件夹刚放回柜子, 陈娇就匆匆进来。 他慌张地看着我, 老师, 您怎么来了? 闲得没事, 过来看看。 哦, 我还以为您今天不来了。 陈娇心虚地说, 和我说话的时候, 陈娇目光一直有意无意地盯着柜子里的文件夹。 我自然知道他在想什么。 老师, 柜子里的资料您看过了吗? 陈娇小心翼翼, 实验数据昨天才更新, 还没来得及整理。 我抬头, 目光死死盯着陈娇, 怎么? 是有什么不方便我看? 哪有? 陈娇低着头, 不自然地开口。 我笑着看他, 目光移到他肚子上。 陈娇, 几天不见, 你怎么好像胖了? 陈娇眼中闪过一起慌乱, 但很快被他遮掩过去, 是吗? 大大最近吃多了吧? 吃多了? 确实吃多了。 偷吃多了, 以至于多出了一个。 但我没有拆穿他, 反而热情地招呼他, 陈娇, 这段时间, 你在实验室忙碌, 我都看在眼里, 辛苦了。 周末过来我家吃饭吧, 我好好做几道菜。 陈娇眼底划过一丝不易察觉欣喜, 大概是为我这个愚蠢的妻子, 老公和自己的研究生, 在自己眼皮底下偷情, 却浑然不知而窃喜。 我装作毫无察觉的样子, 又和陈娇说了很多, 诸如, 接下来好好干, 实验室我最器重你之类的话, 然后才离开实验室。 转动家里的门锁, 我就察觉出一丝一样。 家里有其他人, 厕所传来哗哗的水声, 婆婆从我房间出来, 看见我, 脸色很难看。 梅林,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才回来, 快点去做饭, 我都饿死了。 我和王嘉辉结婚的时候, 婆婆就看我不顺眼, 觉得我高攀了她儿子, 偶尔来我们新房, 就给她儿子挑拨离间, 还把我当老妈子使。 从前我看在王嘉辉的面子上, 忍气吞声伺候她, 她却得寸进尺, 越发觉得自己可以拿拟我, 说话阴阳怪气, 还给她儿子告我的状, 嫌我伺候得不周到, 今天我可不忍了, 婆婆见我没动, 声音更加不耐烦, 我跟你说话呢。 我抬起头, 悠悠看了婆婆一眼, 谁想吃谁自己去做, 我在外面也累一天了。 婆婆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 东西摔得砰砰响, 当初我就说, 两个人过日子, 就不能娶这种好吃懒做的, 你现在后悔也不晚。 我忽然抬起头, 面无表情盯着婆婆, 这房子我买的, 你要不想带, 随时可以走。 婆婆就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一张老脸气得通虎。 你说什么? 我儿子的房子, 要走也是你走, 一个不下蛋的母鸡, 还想霸占我儿子房子。 眼看婆婆要来撕我, 我突然平静开口, 妈,我怀孕了。 婆婆愣了, 你说什么? 已经有段时间了, 我摸着肚子,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您不会怪我吧? 不会不会。 婆婆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大度地白爽, 还责怪我道, 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 她麻利地扶我坐到沙发上, 又转身给我冲了一杯红糖水, 多喝水对胎儿好, 桌上摆满了坚果零食。 婆婆对我嘘寒问暖, 又转身进厨房, 要给我张罗晚饭。 看着婆婆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我心中泛起一阵快意, 悠闲地在沙发上吃着零食。 王家辉进家门的时候, 婆婆正忙着在餐桌上给我包虾。 王家辉吓了一跳, 我心情愉悦地和她打了招呼。 婆婆也抬头, 看着王家辉, 高兴地张罗, 让她赶快洗手吃饭。 饭桌上, 我对王家辉说了自己的打算, 想周末请陈娇来家里吃饭。 婆婆包虾的手停顿了一下。 我继续开口, 陈娇在实验室帮了我不少忙, 现在我又怀孕了, 以后她肯定更忙。 这话正中王家辉下怀, 我看到她没间难以掩饰的兴奋, 又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种事你决定就好, 我都行。 说话间, 她假模假样地拉起我的手, 辛苦你了。 一家人饭桌上其乐融融, 我心里却暗自有了计较。 周末, 陈娇很早就过来了, 还特意对我挑选了两盒补品, 我热情地谢过了她。 然后放在一边, 婆婆在厨房做饭。 我见时机成熟, 借口有事回房间处理, 临走前, 还不忘让坐在沙发上的王家辉 替我招待陈娇。 王家辉满口答应, 我才满意离开, 卧室房门被悄悄拉开一道小缝。 透过门缝, 我可以清晰看到, 陈娇姿势随意地坐在沙发上, 和王家辉两人亲亲我我。 这对狗男女, 在我眼皮子底下都敢这么大胆。 婆婆从厨房出来, 两个人在客厅公然调情, 婆婆也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 显然, 知情已久。 等婆婆从阳台拿了葱, 才又折返回来, 走到两人面前提醒, 你们两个最近也收远点, 至少等挨过那个生产。 陈娇有些不情愿 从王家辉怀里出来, 王家辉一把搂过陈娇, 满不在乎地开口, 怕什么, 反正也是意外的。 婆婆有些急, 万一是个儿子呢? 王家辉不耐烦地开口, 儿子我也不要, 妈, 你放心吧, 梅林那里, 我还有其他计划呢。 其他计划? 我躲在门后, 心呼地颤了一下, 婆婆还想再说什么, 正在这时, 卧房的门打开了, 我拿着一杯水从里面出来, 婆婆脸色有些难看, 我笑着走到陈娇面前, 神色如常, 刚处理了点实验室的事, 你在这也闷坏了吧, 先喝点水吧。 陈娇不宜有它, 仰头把水喝了, 看着陈娇把水全部喝干净, 我才对陈娇开口, 陈娇, 这水很甜吧, 里面有我特意加的维生素泡腾片, 我认真看着陈娇, 我知道你最近很辛苦, 总是泡在实验室, 脸色也差了很多, 你要多休息休息, 多补充营养。 是不是, 老公, 我转头看向王家辉, 此时此刻, 他的脸像打翻了调色盘, 难看极了, 王家辉飞快穿了外套, 要带陈娇去医院检查, 你怎么能给陈娇喝这个? 王家辉气急败坏地朝我吼, 我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 追着王家辉问, 这东西怎么了? 维生素片不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吗? 难道有什么问题? 王家辉停顿了下, 一副懒得离我的样子, 陈娇的肚子突然发作了, 他疼得瞬间弯下腰, 捂着肚子, 连脸都白了。 肚子, 我好疼, 家里瞬间鸡飞狗跳, 婆婆指挥着王家辉, 家辉, 你赶紧带陈娇去医院, 我还是一副懵懂的样子, 可能是吃坏肚子了吧, 你们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 王家辉看我一眼, 没说话, 车子一路急驶, 开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 立刻挂了急诊。 医生推着陈娇急匆匆往手术室走病床上的陈娇, 已经疼得死去活来, 半个小时后, 手术室的灯熄灭, 陈娇流产了, 孩子没保住。 王家辉愤怒极了, 他拳头砸向墙壁, 又冲过来要打我, 婆婆也跟在身后骂我, 好端端的, 你给他喝什么维生素水, 你是有毛病吗? 妈, 我看这个女人就是故意的, 看我今天不打死她。 王家辉抬起手掌, 就要往我脸上招呼。 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 忽然捏住了王家辉的手腕, 医症言辞地开口, 这里是医院, 不是你闹事的地方。 王家辉善善放下了手, 我眼见着医院里人来人往, 心里一片冰冷, 脸上却也配合着 做出一副难过样子, 轻声问王家辉, 老公, 为什么陈娇流产了你要打我? 为什么你对陈娇这么上心? 明明你的妻子是我呀。 王家辉愣了, 面对我的质问, 他迟疑了一下, 终于还是回答道, 陈娇怀的也是我的孩子, 医院里有人指指点点, 王家辉想拉我去没人的地方, 我却不愿意, 甩开他的手, 冷冷地问他, 为什么陈娇喝过维生素水会流产? 王家辉无言以对, 我装作才明白的样子, 恍然开口, 是不是你把我的维生素片 换成了低运药? 王家辉张了张嘴, 此时此刻, 他在说什么, 都是没用的, 眼看事情带路, 王家辉索性不满了, 是, 你的维生素瓶里被我换成了避孕药, 但是你有想过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你整天忙着你工作上的事, 去实验室, 我们夫妻间本来就没什么感情, 我是不忍心, 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 王家辉声色俱力地指责我, 我深吸一口气,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王家辉居然还在狡辩, 企图把锅甩到我头上, 可惜, 他打错了算盘, 在接连经历痛苦打击, 我的声音也变得冰冷, 王家辉, 自我和你结婚, 我自认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但你呢? 你在外面找小三, 让他怀了你的孩子, 我是你的妻子, 你给我吃壁孕药, 今天陈娇流产了, 但我觉得, 这就是报应, 是对你做一切伤害我事情的报应,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眼见没关的人越来越多, 王家辉无可辩驳, 也忠于撕破脸, 露出他本来的样子, 是, 梅林, 我就是像你说的那样, 我和陈娇在一起了, 但那你又能怎么样呢? 我现在可以给你两个选择, 王家辉语气生冷地说, 要么我们离婚, 你净身出户, 要么你就给我忍着, 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老实给我待着, 王家辉说完, 再也没有管我, 他头也不回进了旁边陈娇的病房, 他去照顾陈娇了, 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因为事件的男主角走了, 看热闹的人也慢慢散了, 婆婆上前拉着我, 去了旁边, 我知道婆婆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陈娇的孩子没了, 他们老王家的后代, 就只剩下我肚子里的这个了, 他想要我给他们家传宗接代, 果然, 屁镜处, 婆婆拉着我的手推心致腹, 梅林, 刚才的事, 你也别往心里去, 家辉他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心里冷笑, 鬼迷心窍, 婆婆见我没反应, 继续自顾自地说着, 男人们, 哪有不偷心的, 有小三小四小五很正常, 那些都是逢场作戏, 你听妈的话, 就算外面的阴阴夜夜 再多, 他最后也还是会回到你身边, 因为只有你才是他的老婆, 我恨得心里痒痒, 这便宜老婆, 很好嘛, 但是, 当着婆婆的面, 我还是做出一副 伤心过度的样子, 妈, 今天发生的事太多了, 你让我一个人想想吧, 好好, 婆婆没再逼我, 你慢慢想, 她又说去替我打听打听 陈娇情况, 我等到婆婆彻底离开, 才收起脸上的伤痛欲绝, 取而代之的是一眼冷漠, 我抬起脚, 随便地找了间妇科医生的问诊室, 进去坐在里面, 告诉面前的医生, 我要流产, 直到这时, 我才发现, 这医生, 竟然是刚才出手相助, 拦着王家辉打我的那一个, 我注意到, 医生胸前挂着的工作牌沈然, 主任医师, 刚才和王家辉争执的时候, 这医生站在一边, 一直目睹了整个过程, 所以, 我想, 他应该能理解我的处境, 但我没想到, 他却不建议我拿掉这个孩子, 从之前的检查看, 长期避孕药, 已经严重影响了你的身体, 如果再拿掉这个孩子, 你可能就再也不能怀孕了, 面对沈然的话, 我沉默了, 一边是渣男的孩子, 一边是再也不能怀孕的代价, 沈然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 我建议你还是生下这个孩子, 毕竟, 孩子是自己的, 没必要为了一个垃圾男人,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 当然, 如果你本身就不愿意养孩子, 选择留掉也可以, 一切看你自己的意愿, 我的心如坠冰空, 孩子, 我怎么可能不想要孩子, 这是我判了多久的事, 可是, 如果以后带着一个孩子生活, 恐怕也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人了吧, 我自嘲地笑笑, 沈然抬起头, 面色严肃地看着我, 如果是这样, 只能说明两个人不合适, 遇到合适的人, 一切都不是问题, 我心里很是动容, 想不到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男人, 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沈医生, 谢谢你, 短暂地考虑过后, 我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沈然也很支持我的决定, 我说, 沈医生, 你能留个联系方式吧, 这样, 我以后来你这里产检时, 也方便些, 就这样, 我和沈然交换了联系方式, 临走前, 沈然叫住我, 如果你想打离婚官司的话, 我这里有靠谱的律师, 可以介绍给你认识, 回到家, 我忽然想到, 沈交出事前, 王家辉口中的另有计划, 他的计划是什么, 我自然不会再真的认为, 王家辉会就此收手, 前面恐怕还会有更龌龊的事等着我, 现在当务之急事, 搞清楚王家辉口中所谓的计划, 我给思佳侦探打了电话, 让他再着重调查一下, 王家辉最近的行程, 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 没想到隔了几天, 思佳侦探给我打来电话, 没有调查出王家辉的问题, 反而查到, 我名下投保了几张巨额保险弹, 可我从来不记得我什么时候买了保险, 刚和思佳侦探通完电话, 王家辉就从外面进来, 手里竟然还拿着一束可笑的玫瑰花, 老婆, 妈已经和我说过了, 我想通了, 我知道错了, 王家辉竟然低声下气和我道歉, 这可真少见, 我冷冷地开口, 还是算了吧, 你之前不是还说要么离婚, 要么忍气吞声, 王家辉轻声哄我, 那都是一时气话, 我跟陈娇是逢场作戏, 他哪有自己的老婆好, 我现在已经彻底和他断干净了, 老婆, 你原谅我吧, 王家辉站在我面前, 认真开口, 只要你原谅我, 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 也给宝宝一个完整的家, 好吗? 我心里冷笑, 家, 家早散了吧, 你想的不过是如何算计我, 不过, 我也一样, 想到和王家辉离婚, 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就算为了尽可能搜集不利于王家辉的证据, 将他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 现在也不是撕破脸的好时机, 好啊, 我借过王家辉手里的玫瑰, 脸上一半庆幸, 一半无奈, 这次我原谅你, 但是, 你可绝不能再对不起我了, 王家辉还沉浸在他给我营造的美好未来中, 老婆, 我们去旅游吧, 旅游? 我诧异, 好端端的旅游干了, 王家辉笑了, 就当是度蜜月, 我们去三亚, 你不是一直都想去三亚看海吗? 见我还在犹豫, 王家辉干脆开口, 你说原谅我, 总要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吧, 出去, 忘掉这里的不愉快, 我们重新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 关于和王家辉去旅游这件事, 总让我觉得不安, 习惯性将这件事告诉了沈然, 这段日子的接触, 我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最重要的是, 他像个哥哥一样, 总能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开紧我, 我们去三亚之前, 王家辉好像知太敌, 几次想跟我亲热, 我实在觉得厌恶, 有一次还差点眉吐他身上, 想到他的身体也像对我这样, 触碰过无数女人, 我就觉得恶心, 幸亏怀孕了, 正好借口孕期反应, 喜欢亲近, 躲他远远的, 飞机一路向南, 旅途中的风景, 也让我心情好了许多, 下了飞机, 王家辉在当地租了一台汽车, 他说我们自驾游, 他保证让我看到很多平时根本欣赏不到的美景, 我有些迟疑, 我们人生地不熟, 这样会不会有危险, 要不还是算了吧, 王家辉拍着胸脯和我保证, 老婆, 你放心吧, 看着王家辉信誓旦旦的样子, 我没说什么, 车子一路向南行驶, 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 终于在一处人际寒至的海滩停下, 我们站在高处, 下面是海滩, 滚滚波涛, 从上面傲下去, 我有些诧异, 嘀咕道, 王家辉这就是你说的美景, 这也没什么样, 这不就是一片荒芜海滩, 王家辉黑黑单笑两声, 伸手指着不远处, 老婆, 你看那边, 我目光顺着他的手看过去,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推力, 我费力抓住旁边的石头, 才没掉下去, 王家辉又突然掐住我的脖子, 原本平静的脸上, 此刻也越发猙獰了起来, 去死吧, 梅林, 你去死吧, 看看我精心为你准备的葬身之地, 还不错吧, 我被王家辉抓住脖子, 呼吸越来越困难, 两只手奋力地扭动着, 大概觉得自己胜券在握, 王家辉的话也多了起来, 梅林, 你肯定觉得很奇怪吧, 你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我为什么还要杀你, 因为你不知道的是, 除了陈娇, 我还有其他女人, 并且他们也怀了我的孩子, 前两天已经去医院鉴定过了是儿子, 所以, 你没用了, 去死吧, 用你的身体, 给我换取巨额保险, 做我实现人生财富自由路上的垫脚石, 去死吧, 梅林, 此时王家辉已经完全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 他双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 下一秒, 他身体突然被人踹飞, 身体重心不稳, 摔在地上, 是沈然救了我, 我没想到他居然也会来三亚, 并且还是在这片寸草不生的海岩上, 警察从暗处冲了出来, 他们制服了王家辉, 并给他戴上了手铐, 被警察带走前, 王家辉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输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有诧异, 有愤恨, 有不甘, 他大态直到被警察抓住的那一刻, 才想明白, 对于他暗中所作所为, 我其实早有准备, 警察走后, 沈然抓住我的肩膀, 问我有没有事, 我摇摇头, 他有些责备地开口, 你还怀着怨, 怎么能做这么危险的事, 万一他真的杀了, 你怎么办, 突如其来的关切, 竟让我有些不适应, 我趁机转移话题, 对了, 你怎么在这, 我, 碰巧路过, 沈然故作自然地说道, 然而声音里, 还是带了一丝不自然的尴尬, 他脸微微泛红, 回避的样子竟有一丝可爱, 我心中有了计较, 却并没有点破, 回去之后, 我把搜集到的有关王家辉犯罪的证据, 一并交给了警察, 警察感谢了我的配合, 并告诉我, 一切事情公安机关会妥善处理, 让我回去等消息, 我又找了陈娇, 那次流产对他影响很大, 因为大出血, 导致他以后都不能再有自己的孩子, 我把王家辉和其他女人的亲密照拿给陈娇看, 照片上不同女人的脸足有五六种之多, 每一个都和王家辉有着亲密的互动, 陈娇终于崩溃, 他低着头的肩膀微微颤抖, 一双手捏碎了我给他看的照片, 陈娇答应为我作证, 证明王家辉和我的婚姻继续期间, 和他有不正当关系, 八个月之后, 我顺利离婚, 王家辉因为违法犯罪, 证据确凿, 进了监狱, 家里的房子车子钱, 全部归我所有, 王家辉净身出户, 几天后, 我生出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一切尘埃落定, 我也过上了停静的生活, 某天带儿子上街, 竟然偶遇了沈然, 我们随口聊了几句, 沈然夸我儿子可爱, 我儿子似乎也很喜欢他, 临走前, 还和他约定下次再见, 我当时只当童言无忌, 没想到从来之后, 我和沈然偶遇成了大概率事件, 几次之后, 我才后知后觉, 沈然大概是在追求我, 春光刚好, 好日子也还很长, 好日子才不管饉宗, 岁 morrow fence, 都几次了论走细人,